大家好,我是酷皮胖子 这是最近收的ATB 准备去北京公伯评个集吧 好久没去北京公伯评集了 虽然现在大家都滑下滑下 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北京公伯一点 像这些蓝袖的,如果去华雅的 很有可能都给你打个82分 去北京公伯的话 这种都可以 最起码85往上走 82的B确实很难卖 更原汁原味的东西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 大家给大家拍个视频 就是做个见证 声音也给大家听一听 因为回来的话公伯是封闭盒 因为这种美秀的东西封闭盒 是比较好保护的 所以我们可能都会去打封闭盒 因为 就是景盒的展示性也不好 我比较喜欢 公伯那种带N盒的封闭盒 有需要可以打盒 我们自己录的都是好好的 这是一个致政之宝 致政之宝也非常漂亮 放了两倍给大家看一看 非常漂亮 看能不能给我打个80多分 背面有点落 华夏的盒子是78分 然后是一个顶级品项的前龙 顶级品项的前龙 北京公伯的给 原本给我一个90分 这个的话就是 小的前龙 小的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大样的一个 抗西南 这是一个顺制的 顶级的六级地 这是一个书摆 书摆 状态也很好 状态也很好 这个书摆 这个是一个 那个小宝仓尾 大的一个小的这个 这送平前的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前缘 这是我的船室的小前缘 这个是那个啊 这个是 和50 天启 这个11点 这是一个顶级品项的一个 这个地啊 川柏 经典坑口顶级品项 这个也是顶级品项的一个 500 500 这个我感觉没必要去打盒子了 因为它原来是制针全品啊 制针 制针王钢品的 我觉得也可以留着 并不一定要北京供博再去平一下了 意思不大 对 这个不用平 这个真的不用平 这个平一下也行吧 平个颈壳 对 这个是 那个 这个 这个也很漂亮 这是两个小送花 听一下声音 非常不错啊 这是个小送花 非常漂亮啊 这是一些小端品啊 签字的那个小工钱啊什么的 啊 这是我们送品的一批钱笔 这个 东西是一个铁母啊 铁母 铁母 铁母的是一个铁母 华夏82分的铁母 找北京公布清理一下 清理一下 大概是这样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的 奶奶